為什麼想要減肥 為什麼想要減肥 客套的說法啊 30歲再不減肥 之後越來越難減了對不對 為了這個身體健康 這是對外的說法嗎 那對內說法是什麼 對內說法是什麼 要交女朋友嗎 大家好我是Stanley 這次我們要來錄我們的 健身VLOG EP4 今天第四集呢 我們主要要重點放在我們的 上半身 為了要維持這個 突擊最大奶彩的這個稱號 胸部的訓練也是非常重要的 雖然說現在這邊肥肥的軟軟的 那我們之後希望能夠練到 像有一點胸肌這樣子 然後所以今天教練會幫我們做 胸部上面的訓練 雖然我們只拍了第四集 但是我沒有拍攝的時候 我試一下也有過來 我們其實我自己大概已經來了 快要二十次了 對已經十幾次快要二十次了 然後現在才可以開始練胸 都是一步一步慢慢來這樣子 好我們每次要運動前 都是要先放鬆身體 主要是因為你平常 就是你平常工作過程中 你一定會維持一個 比較不是很好的姿勢 所以 做太久了 對阿 過來的時候希望就是讓他 比較不要用原本的姿勢去發力 好大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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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皮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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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媽媽說我屁股上面有個小眼睛 她的功用是用來拉出八邊 來往後放 往後放的時候 後面的背部去撐重量 胸挺出來 再往後放 好慢慢推回來 那我們要用的 不是你的脖子 也不是你的肩膀 盡量放在背部 先在這邊練就好 這樣是不是聳肩拉著她 是不是聳肩 肩膀聳到後面 我就拉住 下 往後躺著 這樣就好 你看聳肩拉著 往後躺下來 這樣 等一下就是我會幫他上一點重量 先讓他變成他會擔心會怕 等一下我會把中央全部卸掉 他會更好控制 只是他身體會更累 沒問題啦 我以為 幾公斤而已對不對 有什麼問題 這麼一點點都舉不起來 怎麼可能 這麼一點點都舉不起來 怎麼可能 對啊 這30公斤都沒差了 沒有 結果只拿5公斤而已 加一點點 結果只拿了5公斤 5公斤啊 這是什麼 彈簧床嗎 對啊 可以嗎 這是什麼東西 要忍耐喔 它會跳嗎 還是怎麼樣 會變重 它這樣不只5公斤啊 啊有點 好 就是要忍耐 好 走 穩好 穩好 再下去 來 走 走 推 好 沒問題啦 幾公斤而已 對不對 有什麼問題 嗯 修一下修一下 不要那麼快 太快速 它有點撐不住 嗯 所以它這樣 史密斯就是用量穿 嗯 史密斯固定角度啊 所以 實際上我就是要他 學會 剛剛沒做到欸 因為剛剛其實他的肌肉 的容量 就是肌肉的使用量比較少 因為太多肌肉在控制 所以他的肌肉使用後 離心收縮的破壞會變比較少 所以我們這個主要是 要讓他肌肉 得到一定的破壞 可以成長 會不會卡住 怎麼可能 都變瘦了怎麼可能卡住 怎麼可能剛剛卡住 幹 沒啦 怎麼可能卡住 這裡要先把他推直一樣 這器材固定軌道 所以你不用擔心 胸部挺住的 慢慢放下來就要 好 推 推了喔 不要太低 推直 手推直一點 嗯 對好 繼續 好 走 好 蹲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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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快來休息 謝謝 往生 這邊超酸 超誇張 感覺我這邊變得超級厚的 不知道為什麼 真的喔 真的喔 有這種感覺 我這個感覺我就拿我內說 我們等一下要推龍門家 他之前史丹蒂推龍門家的方式都是只有 單純的推住之後往前走 可是我們現在還是要變這樣 靠近 他往前推 推來的時候要 用拉的喔 對 好 走了 夠了 他現在做這些東西都是輕鬆自在 來拉回去 不能停 好 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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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了 開心嗎 不用像剛剛那麼刻意 好走吧 GO 現在 對對對 對對對 每一步走往前就推 對很好 好 來 走 好可以來 包 對 來過去 跳 跳一下 要跳一下 不然他過不去 對對對 對對對 然後我們要搬起來 跑過去跑回來就好 來 這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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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裡 拿起來 對就蹲下去 二 三 三 這麼重 沒有重量 不要講重量 不要講重量就不覺得重 來 這裡 枕頭 對對對 手上去 剛剛手已經做太多了 沒什麼力 在在在在在在 爬這邊 剛爬的快 好 要滑過去對不對 對 好 上去散步 慢慢來 慢慢做就好 先適應上面的動作 慢慢來 如果覺得可以跑 就盡全力跑一次看看 如果之前第一支影片有的話 可以去觀察他的下半身 做這個動作的動作 他的腳 他其實沒辦法像他這樣 就是可能他可能拖著他的步伐 在這一台 拖來多去走來多去 他現在是可以這樣自然去擺盪 你看他的下半身 真的差很多 那你可以跑了嗎 好 最後一趟就好可以結束了 好 像剛剛一樣 對對對 對對 對對 很好 不錯不錯 看又是累成功 沒有形象了 頭髮形式 每次我都說 攝影師 記得幫我顧形象 幹 長這樣怎麼顧形象 頭都濕了 怎麼顧形象 瘋狂打哈欠 而且現在我們錄影 錄第四集 現在時間六點二十 我等一下開車回去 大概七點半 我八點就要開台 然後就要打擊盆 有沒有 對有時候可能手感還沒有那麼好 但我們盡量 盡量真的 還是會開啦 哪次不開 對不對 觀眾來我們直況 結果看不到台怎麼辦 哎呀呀呀 真的 幹不是啊我今天做健身 真的超累的 我現在是處在一個 很累的狀態 不是在做效果 我今天就像喝醉了一樣 我處在一個很累的狀態 我自己在幹嘛 我都不知道 動完要把它打散了 不是不是 我是確保你回去可以做你的工作 要為了我們的工作 能夠順利進行 對 能夠用滑鼠電盤 對 不要回去之後前測太緊 整個脖子很痠 直接疊回白軍 不會吧 就是按一按之後 直接按到TP了 對 直接原地TP 超硬FISH登場 超硬FISH登場 來坐上來 會不會滑 坐著 呃...滾 那我們單地今天呢 是做上肢推的動作 那主要也是因為針對就是說 當初他可能有點圓肩駝背 所以不敢讓他去做這些上肢推的動作 所以今天我們做握推 這些動作有改善到蠻多 譬如像當初比較拖背 沒辦法用背部去做支撐 進步的空間其實還蠻多的這樣 今天就... 難得這樣肩膀這麼累 我感覺丟起個幾天後 這兩塊都要變大駝了 然後感覺這邊 有這種變硬的感覺 以前那都軟軟的啊 現在就感覺好像... 品出來好像這邊都硬硬的感覺 還是蠻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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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啊很硬啦 跟之前比硬很多 以上就是今天我們的 健身Vlog第四集 如果大家喜歡的話 記得按讚訂閱分享小鈴鐺 謝謝各位收看 掰掰